皇上经常就是说谁谁谁给谁戴绿帽 那我其实就想问就是 我们为什么要说用绿帽子来形容这件事情呢 因为戴小红帽的是那个儿童故事 就这么简单吗 不是开个玩笑 开个玩笑 就为什么要戴绿帽子 不戴红帽子 不是别的颜色 不是别的颜色 对 因为中国古时候的男人 很多时候都是戴绿帽子的 古时候中国古时候大多数时候 男子一般他同样戴的帽子 或者头巾什么的 都是绿色や青色的 其实他们穿衣服也是 就是绿色的衣服 或者青色 尤其青色衣服青衫 有个诗 有一句诗嘛 江州司马青衫诗 穿青衫或者穿绿 或者同样戴绿 本身就意味着你的社会地位不高 本身就意味着地位不高 然后甚至有些时候 是一种有贬义的 就你看你穿个青衫 你肯定是不入流的 本来就这个意思 然后到了元明的时候呢 尤其到了明朝 他政府为了方便 对各种职业的人等 进行管理规划 他规定呢 昌家的男子 就是从事特殊行业的 这个男性 头上帽子 你要戴绿的 或者包头巾 你是绿的 一看你头哪儿绿的 就知道你是 从事这个行当的 对 然后后来慢慢 久而久之 人们就说戴绿帽子 就是说 怎么怎么样了 还有一个典故呢 是说 唐朝的时候 有一个读书人 他的妻子和他的邻居 或者街坊 等一个男子私通 他妻子就说 我怎么让街坊 这个人知道 我的情人知道 我老公不在家呢 我就把他的那个绿帽子戴上 我每天戴着这个 不是 就我老公一出门 我戴绿帽子上街去 对方 那个邻居一看 今天有机会了 就来了 一开始 这个故事 其实我是 我个人是一直觉得 我是存疑的 我不认为这个是事实 太现代化 太现代化 就是这个思维 不像是那个时候的 而且你从一个 基本逻辑去判断 就是你戴着你老公的绿帽子 出了门 大摇大摆 在街上晃荡 给人看 此地无银三百两 对啊 这个事 这一看就很明白 你要么就是你有问题 要么就是你是个疯子 那这个事 你还能成 成功率太低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 可能不靠谱 正确的 正解应该还是说 就是在这个历史演绵当中 青色绿色的衣帽 从表示男性的社会地位不高 慢慢慢慢的 由于政府的一些行为 变成了 就是他从事特殊行业的人 干这个 然后到了明清后期 到近代以来 其实绿帽子 说谁戴谁 绿帽子的这个事情 是近代以来发生 就是近代来固化下来 这么一个概念 其实就是这么来的 对 反正 虽然说咱们了解这段历史 希望大家都不戴绿帽子 是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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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